我们谈论另一款和黄医药 今晚会暗盘 是长和旗下的肿瘤创新药 认购反应就没有其他热烈 出了一个数字有4倍的认购 如果认购一手的话 中签率有6成 定价是40.1 其实这款股份在美国也有买卖 Thomas 你觉得这款应不应该在 也是两个问题 如果抽中应不应该在暗盘逃放 第二个就是如果有兴趣 看好业务的 应不应该在开市之后买呢 如果选择来抽的时候 我相信投资亿亦是倾向业务前景 觉得是看好的 如果不是的话 应该就抽了来雪的茶 现在按着ADS那边 美国那边的价格 对应港股这边的上市价格的时候 其实差距也有1成 换句说话来说 港股现在上市价格折扬到大概1成 我觉得投资价值相对上都会比较高 如果已经抽到股份的朋友 看看何时会追上ADS的价格时才沽货 即大概是$51至$52才沽货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初期来说因为招股反应一般的时 可能就对于它上市初期的时候 股价表现最多都是倾向一个稳步上扬的格局 即是很少可爆升出现的状况 以及跟着美股来走的时候 变成如果作为一个中长线投资的时候 才考虑来吸纳 如果你说资金暂时不太充裕 可能选择其他股份就会比较适合 对 补充一些资料 Thomas刚才提到和黄医药在美国都有挂牌 是一个ADS 它的Code是HCM 以昨天的收市价计是$33.5美元 现在每一股ADR就等于5股港股 所以美股折合港股现在大概是$51.9左右 港股的上市是$40.1左右 折扬大概是$10左右左右 Thomas就说看看你的资金 如果是可以的也可以买的 但如果你说有更好的选择的话 都可以好一好市